hello各位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萌新骑士力前级新赛季玩法 没错是全新的玩法哦 不用上线看了 我参加了官方测试招步 被选战啊 公告上面说 这次是核心战斗玩法的测试 美术资源都没有实装 话不多说直接开冲 有三个角色可以重新选 那就感觉跟机械光招开始差不多 也是三个机甲重新选嘛 游侠是手刀和居合斩 牧师是光波和恢复法阵 这个幸运家二是啥啊 德鲁一只冲拳加召唤巨熊 还有防御加一 那就是你了 开始了开始了 骑着熊冲拳可还行 还可以让小熊单独战斗 哇有点小爽啊 这一关应该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存活就算通关了 击杀怪物可以得到迷迭洞 可以用来这张道具 第一关结束之后呢 就有三把武器 嘎奔测的骨头还有四十个迷迭洞 对比这三把武器 剩下两个肯定是用来凑数的 五色笔 画出颜色墨凳攻击敌人 乾坤弓 呃自豪多 三剪两刃刀 养剪神器是吧 那算了拿弓吧 骑射多帅啊 蓄力之后呢会有一个扩散的效果 强是挺强的 但是为了清怪我只能连射 蓝量真的不够用啊 这波挺小亏啊 每个关卡结束之前都可以买东西 这就生命恢复加0.3还可以 可以刷新和锁定商品 还有一些新鲜铺啊 甚至可以把武器丢了 这乾坤弓太费蓝了 还是拳头好使 走继续重关 打开暂停页面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 呃这就有点像那种MMO的感觉了 我第一次看到元气其实有这么多属性 那个啊 我基本上已经搞明白这个模式了 一共呢有16关 前4关是35秒时间 第5关到第15关啊 是40秒时间 主要呢是为了刷豆 到了第16关啊 就是60秒的BOSS关 时间到啊就结束 也不用管你BOSS弄没弄死啊 只要不死啊就算通关结算 应该是按照每一关的迷迭豆来算奖励的 每一关结束之后呢 会自动回满状态 并且可以买到具天赋和属性 整体的感觉啊 就爽 怕死就可生命回复 想要暴力输出啊 就可以堆暴击和伤害 整体来说呢 这个模式比机械狂操 哎呀简单很多 现在我还没有说我全部的天赋啊 这两天我再刷上啊 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下期再见 掰了个掰